有追及有演义的学习过程 能够提升小朋友学习的效果 以下这些游戏有助提高 自卑症小朋友他们的社交意识 希望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些参考 比手画的 在游戏开始之前 先要准备一副题目卡 选一些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的题目 比如动物和日常动作 玩家可以在一副牌里抽出一张 在不说话的情况下 透过动作将题目表现出来 让其他人猜猜图片内容是什么 尋保游戏 这个游戏需要两个小朋友一起玩 其中一个人负责找回被收了的宝藏 而另一个人要透过非语言的讯号 例如点头 举起大拇指 摇头 或者举起双手做出交叉的手势 来提示找保障的人的方向和位置 是否准确 非语言的讯号 需要参加者持续互相关注 所以比起语言的讯号 能够更有效提高小朋友的社交意识 其实社交技巧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和方法去教 多些创意 可以改善小朋友的社交意识之余 亦都可以让他们享受到愉快和顺利的学习过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